我叫Michelle 然後是米納爾演藝公司教藝術體操的教練 然後我也是教芭蕾的 反正來到這兒 我們這個訓練場非常好的環境 然後今天我們搞這個公益性的活動 是完全就是為了大家能夠了解一下 什麼是現在的 然後什麼是怎麼跳現在的 所以現在我們就搞了這麼一次公益性的 讓大家了解一下 那麼公司呢 我們的公司才剛剛一年多 然後我們公司裡面有藝術體操 有芭蕾還有拉丁舞 還有唱歌還有合唱團 因為場地比較大 我們會鬆盆的利用 剛剛開始一年多 因為我們沒有這麼宣傳 所以希望大家來到這兒 今後了解這的人 希望大家能夠加入我們的隊伍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呢 我先介紹一下高燕金子 那說起來呢 我就稍微摸碎一點 高燕金子呢 是這一次他來度假 在這一個月度假 然後我知道他來了以後 然後我就覺得不會放過他 因為他的這個藝術在我們中國來講 是應該說是非常高端的 他的現代武呢 我們都專業的 我們看一下他的現代武比較特別 跟其他現代武的派別不一樣 然後他的現代武呢 就是能夠讓人從禮不婚裡面受到感人 比如說我形容他 我說一個人走不出困境的時候 你看他現代武馬上給你走到一條路 康莊大張 然後呢你生病的時候 你看他的現代武呢 你看完他以後你覺得 哇生活原來這個多姿多慘 就說會給你很多很多的感受 所以呢他這次來呢 看到他以後呢 我就不會放過他 那麼從小呢 我看他長大 因為他爸爸媽媽是我們的老師 他爸爸是咱們中央歌舞團的 一個也是有名的舞蹈語言 他媽媽也是我們貴州省 也是歌舞團的一個有名的舞蹈語言 現在都是舞蹈家 那麼我們從小都生活在這個大院裡面 都是藝術的 我爸爸也是講藝術也是跟舞團的 所以呢就說從下面看長大 然後呢今天 我很多年都沒有看他了 因為我從舞蹈8.5改行了以後 上來舞蹈學校 完了以後8.5 完了以後呢 我就改到藝術體操 因為我們國家剛剛新藝術體操 我第一批 然後最後到國家隊 然後代表國家2000年到馬來西亞 是圓外12年 然後剛剛來到這兒 那麼五個運動員 我介紹一下 也是也取得奧運隊的成績 然後世界錦標賽就不要收了 所以呢 就是說我今天看到他以後這種高端的 我就特別欣賞這種 來到這裡我就覺得我們不但喜歡藝術不管幹嘛 我們能夠做得最好 這是對人生的一個挑戰 也是一個享受 如果你是不吐不養的 我就不喜歡這種 不吐不養的可能也受到感染了 就覺得沒有什麼意思 所以他來了以後 我就看到他起很多年以後 我今天看到他 我原來看到他在舞台上 我是他的遺痕 然後到了體操會以後 就沒有這種機會跟他聊 因為都在國外 今天看到他 我嚇一跳 我覺得他簡直是真的是 已經超出人的這種範圍了 給我的感覺 從不打算說他已經是很不得了 所以我就是往相看 所以就不是在從前的那個小姑娘 所以經過他的客戶專員 而且他在團裡面 他是我們北京現代舞團的 這個著名的舞蹈家 然後又是金子 所以他多次帶他們團出國訪問 曾經跟那個吳錦濤 吳錦濤 我經常說說這中央的領導人的名字 吳錦濤 胡耀邦有時候說什麼 吳錦濤 然後出國訪問很多次 到了世界上每一個國家 都拿了大獎 所以我就覺得真的是非常 真的是非常驚人的 所以等一下我多的不要講 具體的細節 細節要把他來給大家說 他今天 所以我們就準備 我就說放過他 讓大家了解 我們這裡也有學員 讓大家看看他的現代舞 是怎麼樣的現代舞 然後完了以後呢 我們也搞個公益 讓大家都能夠有這麼一個 享受啊 一個學習的機會 這是非常好的一個平台 希望大家今天能夠在這兒能夠度過一個非常愉快美麗 然後怎麼講 這個反正就是說學到很多東西的一個日子 好吧 所以現在呢我要想請我們這個美樂會 給我們公司的老闆 我們的大老闆 給大家幾句話吧 好 还供应性的讲座 表示非常感谢 第二就是 如果你们读志愿 能够 志愿的就是 拿出一点钱 为高老师拿出分领悟 我也是表示非常感谢 那个 Donation Box 就在桌子上面 我本来是非常愿意啦 那我就讲这么两句话 谢谢 好 然后我们请 我们这次活动我再介绍一下 是我们贵州同乡会和贵州商会一起学班的 所以要主办了 所以我要请我们贵州同乡会的会长 王化先生给大家一些小小话 首先非常感谢大家的欢迎 今天我们非常 荣幸地请到我们 中国非常著名的现代舞 艺术家高远金子 高远金子呢 这次是来飞飞度假 正好呢 我们贵州同乡会搞来一次晚会 那么这次晚会上 我们第一次结识了 我们的著名的舞蹈家 高远金子 我看到他的表演以后 我觉得这确实 我虽然是一个舞蹈的门外汉 但是我也是对他的舞蹈深深的道道 所以这次我们想有幸 邀请到他来给大家做一次舞蹈的交流 今天来的很多的都是我们 温哥华舞蹈界的一些爱好者也好 精英也好 所以这次也是非常好的一次机会 那么作为高远金子来说 我虽然是一个舞蹈的门外汉 但是我还是看了他的一些介绍 我也是觉得非常得不起 作为现代舞 我觉得我们一谈到中国的舞蹈了 当然就是谈到的大多数字民族舞 很少能够看到我们中国的舞蹈界里面有什么 现代舞的这种这方面的表现 那么我看看高远金子 他从世界舞蹈发展以来 一直在现代舞这个领域里面发展 而且就是经贵他们以及他领导的团队的剥削的努力 这是在他的建议当中你们会看到 很多的国际大价都是这个团队 高远金子领导的这个团队取得的 这对我们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交爱 当然也是我们贵州人的交爱 更是中国人的交爱 现在我也尝好普通说了 那么我们还是请出我们的高远金子 感谢各位老师的隆重开场 特别在这我也要谢谢咱们这个美乐会 这个平台还有王华我们的商务会长 能快速的制造这一次工艺活动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讨论这个活动的时候 第一我后天就走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让初之前突然会得特别忙 好多时就找我了 我来这其实休息一个月前天天看下雨 也没做了什么事 然后现在突然很忙 那我们在讨论这个的时候 最重要为什么是能抵抑活动 第一我觉得艺术它本身是无价的 很难对一次艺术纯粹的交流去评论它的课堂费 我觉得那个对话已经属于在艺术高度上的对话 所以今天能来的不管是来体验的时间 还是在这儿听的听作 我想大家都抱着某一种内心里面不满足的愿望 这愿望是自己的内心里面 还有某一种追求某一种渴望 某一种相遇的期待 所以这样的情感我觉得是一个在工艺活动里面 其实最珍贵的它向于此面来 它必须要双方主动的去相遇 这一次才会发生 所以它绝不会是某一种方式的策划 所以今天的一切都是所有人无条件的参与和支持的 所以我想也希望大家在这个情感里面去包容 我们今天也许是我们的地方充分和充足的地方 因为对于我来说 今天这个课堂是有难度的 为什么 第一是有听众 听众是要听讲的 是观看者 然后有课堂 要上课的 所以基本上是两个课堂 然后课堂里面的所有的学员 我没有接触过 我不知道他们的专业水平 有的人可能很高 比如说在有舞蹈学院的 像那个东北舞蹈学院七天五番的 那是很专业 然后呢还有北四大的 原来的舞者 那还有的小朋友可能刚刚学着跳舞 还有的可能是零 然后就是有勇气 有胆样 所以这样的一个跨度 包括年龄的跨度 今天这个活动就比较有意思了 就是老少都有 专业业语都有 但是呢心愿是理智的 就是我们想通过舞蹈 干什么 感受声音 所以今天的活动教育 声音 OK 好 那我想现在呢 我就开始了 我今天这样 大概今天整个交流呢 我想有三个片段 第一个片段 那我会介绍一下什么事情 那第二个片段呢 就是跟所有在场的 所有的学员 给课的体验 同时呢 用给课体验的状态 也在做的各位 去实践地看待 对些什么的演示 咱们就不是光是嘴上听到学术 不是纸上谈听吗 然后到第三个片段的时候呢 可以给大家有一个问答的机会 大家有什么问题看完吗 然后我们给大家 中间也许我会参加一点点小的个人的展示 OK 就是这样的一个整体 我看一下 看一下 我们是高老师一点点小的 就是说 等一下没有允许的情况下 我们就不要照相 不要散光灯 还有录像 因为我们公司已经有录像了 所以大家希望配合一下 就不要录像照相 好吧 谢谢大家 好 其他我觉得我们所有的学院 能不能演出过来 做到这边来 因为我可能会给大家看一种视频 对对 到这边就是表演 就是在这边 因为舞蹈是这样 大家要注意 它一定会有两部分 在你的身体里的发行作用 OK 可以坐在地下 我们的音机会里面 你们可以 你们可以边握住这个卡组 会有点偏亮 在跳起来的 好 嗯 呃 它一定会有两部分 在大家的身体内部 一部分 就是思考 嗯 一部分是身体的舞 这两部分在 首先现在舞 这两部分就是学习爱的 嗯 那什么是现在舞呢 呃 我想问一两个在场 有人看过现在舞吗 看了个主要是什么 那个杨艺亭算是什么 杨艺亭算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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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民族 当代民族 是吧 这样会更准确一点 它也不完全 呃 限于民族原来的那种 传统的词要大 它有很多 呃 当代的手段 但是它的现代舞呢 根本的是现代舞 什么 它并没有建立自己的责选 这样说 有有有有有一定的解 什么是现代舞 不是你跳的那个动作 是你在表达那个意图里面 是不是你生命的意义 是这个生命 但是它已经诞生出来为一个 就是现代舞 所以呢 对杨艺亭的东西那里 它再怎么做 它还是一个大的民族文化 在背景在之前 它并没有自发的责选出现 所以在我们来看 我们还有什么现代舞 那是一件事 OK 那我想问一下 然后再去一下子 我再看一下 有有看过现代舞的什么 OK 好 那请问你你说一下 什么是现代舞 你就来 慢点啊 我啊 我感觉主要是 呃 出发你类型的情感 你把你想要表达东西 通过现代舞 静致的表达 是 那种感觉 有时候在YouTube上里面 OK 好 刚才那位 那个拼接的那位 好 怎么样 我觉得现在 我就像您说的 刚才有一点很打动我 它是一种哲学 它是表达我们现代的人 对生命 对生活的看法 以肢体作为一点 通过以传统不同的方式 来的展现我们现在的希望 现在我们的热爱 能不能这些内容的东西 嗯 这样 还有谁愿意给大家分享一下自己的思考 我说了 OK 那位 我自己的理解 就那个865呢 在想方设法的脱离地面往上走 然后现代舞呢 更追求的是说 寻找内心和自己身体上的感觉 所以 嗯 看上去的感觉 跟865呢 有一点点 就是一往上走 又有下走 哦 就现在我是小巴士文 我第一场走 哈哈哈哈 有人这样看的 说什么是小巴士文 就满意大滚 然后看不懂 就现在舞 所有看不懂的东西 就是现在 我在中国有大批人 给现代舞这样提议 嗯 有现代舞参业的人 做得不够好的原因 但是更有对这个 我总从文化成统 不是很值得也要见的 好 那好 我觉得大家刚才说的都有 刚才说的都有 这种现象都有 但是呢 只可能是 现代舞这种舞 当然很难用几句话 把现代舞 都全面的修转 但是呢 我想像这样 给大家介绍 现代舞它不属于 在舞蹈动作上 来定位舞种的舞蹈 比如说 芭蕾舞呢 是开本直 开 我们说先哈利特尔 抱 直 是吧 开本直 慢慢走 抱 就芭蕾舞它 很清楚 你看那个标准 大家也知道 芭蕾舞的演技 明珠舞也很清楚 明珠舞所有的动作 都来自于明珠的生活 喜怒安乐 他们的文化 所以明珠舞的背景 其实是明珠文化的文化 它所有的动作 跟它的当地的 地域的环境的文化 比如说藏武 拖着走 飞水的圣巾面 因为太老飞着水 所以大家可以 蒙舞 天 软手 草原 是吧 所以你 每一个民族 它自愿东西 跟它的地域 跟它的整个 风筹很亲密 当然 这无法说 每个民族 但是每个民族 都有自己的特色 新加坡 吃了葡萄 甜甜的脖子 都甜甜 每个脖子都一直在动 所以呢 就是 每一个舞蹈 都有自己的动作 圆形 当然可以看 其实 现在我并不是说 它不能做芭蕾舞 都不能做 你说它离开地面 能不能做 现代舞 你看地面 也不是烦恼 也是 也是 最亲 也是 飞蛾 似的 不能说是古典 似的 然后呢 你说现代舞 是某一种 民族舞的动作 比如说 中国的心血 金血 圆场 能不能用 现在也可以用 那说 那怎么去建立现代舞 那现代舞的建定不是在动作上的 现代舞的建定是在它的思考上 它的意思上 其实真正去建立现代舞的并不是说某一个舞蹈状态 而是它的身体运作的那个核心就是生命本身 它是发心是从哪儿的 当你完成的是某一种模仿 某一种传理 延续 它是某一个舞蹈状态 当你在你自身里面 说明了你自己的情感 自己身体动作的创造力 它是生命的 所以现在我们所有舞蹈的区别 它是一个当下的舞蹈 它跟时间同步行走 每一个生命的当下都没有自己的生命 而传统物呢 事实上它是一直在聚成着文化 聚成着历史 聚成着传统的情感 那这就是聚恋 所以我原来举例说 没有绝对的传统和现代 因为传统就是回头一看 现在是往前看 往前看 就那么一个节点 所以呢 你说哪个不好 其实现在很多人 在最早的时候 现在我出现的时候 有的学者能用批判传统的方式 树立现代的价值 其实这是不对的 没有对错 没有好坏 其实人的一生里面 可能会在这两个情感上 也会转换 你不知道你可能是现代舞者 到老了去抄文竹舞吧 去跳芭蕾了 可能你一直是个芭蕾舞演员 但往后就现在来了 它会转换 这个情感的转换是很正常的 比如说 有一种爱 一生相守很美 还有一种爱 一天变好几次 也没有不美 对不对 那现在我可能是 是变化 喜欢创造 喜欢探险 而传统来说 一心意就每一个就够了 就不断地把那个 一直的分乱 一直的充满它 所以我想 这两种情感 每个生命是身上都在 所以不要因为 对舞蹈的间谍 和对自身 自我的间谍 限制了生命自然的状态 所以我从这个换 就是要给大家解放大家 你们可以跳所有的舞 而且所有的舞 最终如果为你所用 表达你们思想的时候 它就是现代舞 好我大概说到这些 因为这个真不是一两句话说的 然后这句呢 我要说一下 中国现代舞的现象 那中国的现代舞呢 现在在世界上是 不牵绝地说它是一流的 跟主流生活是平行的 用什么去建立 中国现代舞是跟主流的 现代舞平行呢 用所有我们参与的重要的 艺术节节 因为在艺术节里面 如果你被邀请 特别是原创作品 为艺术节委托创作的作品 开幕式的作品 这样的状况呢 那就是说明 整个艺术节 将会带你世界 对这个现代舞现象 会是一个重要的思考 和认识 那从这个角度来说 北京现代舞团的作品 包括我的作品 我们参加了 世界上应该是 所有中文的艺术节 无疑自尊年展 大家应该知道 当初的电影《红糕粮》 是通过《威尼斯双年展》 出名了以后 在中国大小的 那我们的作品 在《威尼斯双年展》 被违约创作的是 它的刊登书 所以柏林艺术节 然后我们还有 荷兰艺术节 奥拉利亚艺术节 等等 这些中文有点 包括可林医术中心 林肯艺术中心 我们都在南岳图 那这些是来 判断一个团 在世界上的 所以我在这呢 带来一点点小的舞团 给大家看一看 让大家对 对这些作品有一点了解 OK 请那个唐老师 把那个灯压一下 来 先麻烦你把 自己放一下 我会边 边看边说 音乐 对 先没有切过去 先要插到电脑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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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舞台的空中一直悬着一块石 整个舞蹈的过去 这个石头会顶着往下压 把舞者最后压在石头上去 整个作品的水分是按水分的形态成为作品的结果 比如说 游 动 穴 撞 撞 冲 演员的舞蹈状态特别像随意的某一种成物 其实像生命最初的细胞 当舞蹈快结束的时候 整个这个石头上的大幕会拉开 在石头上开的是莲花 其实是舞台上漂浮的一块玉米 这是舞台的在15周年的时候的一个小圈段 现在看看这一段是逍遥有用太极的元素做的 但是不同于太极的它的慢的形态 反而用了特别金属的状态去解读太极的舞蹈 把太极变成一个世界上最苦的舞蹈 然后这是一个关于轮回的作品 叫三封女院 你刚才我做的给威尼斯双眼展做的作品 如果再有一次轮回 再有一次生命的机会 是花 这是草 鱼 是花鸟鱼 蟲草 如果再有一次生命机会 不是人 就是花鸟鱼 蟲草 怎么解析它 这个作品 在世界上远述一直很公众 然后这是2014年我们做的春季季 像吉普拉利斯基一百年诞成的季季 是我们跟吹剑合作的 然后在这个作品完成前 我们是做了一个到贵州的原生派的裁缝 所有演员的海链是在原生派的三坡上派的人 中边派的人 然后得春天跳 再随便跳 然后这个时候我是怀疑四个月的时候 带大家下去 这是贵州的国系 在这里 全两位特别人 全海啊 黑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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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